穿上整齐有特色的制服 这五位来自细腻乡 浊水溪县部落的布农族人 经过两个月的专业研习课程与考核 在宏光科技大学装品系通过授训 日馆处相当重视 并由处长简庆发 亲自受证 宣告相分引导师团队正式成军 这个是一个比较永续的考量 就是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游存也好 一个产品也好 他能够持续的往下走 甚至吸引更多的游客 那我们也很感谢我们在地的族人 大家今天有五位引导师 也就是他长期一直在这个领域 一直在努力 那也感谢他们愿意持续的坚持走下来 我们在地化跟国际化 那我自己是相分的相分调乡师 同时也是培训他们的老师 我最主要是要建立他们一个标准流程 然后把这个严谨的标准给传承下去 然后再来把布农的文化跟台湾资美 行销全世界 新立乡浊水西线四部落 开始发展至今的马告相分产业 在相分引导师团队正式成军之后 宣告部落相分产业链的服务标准化机制 进入了新的里程碑 我觉得这个产业还有相分这一块呢 我觉得是在部落是一个新的产业 那它除了它可以带动 以相分为主啦 就是带动那个观光 把客人吸引进来 那它是不同很新很创新的产业 那我对这一块也是非常喜欢 也很喜欢这样的跟大自然 跟我们自己那个生态跟植物有相关 所以我自己本身很喜欢 我们为什么要做相分引导师的这一个认证 其实我们这个计划在交通部的指导 然后观光局这边的指导跟协助之下 然后最大的日管处 把我们做了一个部落永续的一个特色产业 那这过程之中 我们用台湾的原箱马告来做一个宣打 那其实在我们调箱里面 马告本来就是我们一个箱分的原料 那我们今年跟过往最大不同点 就是我们在在地化跟国际化方面 我们为了建立标准 所以我们有一个标准流程 成为相分引导师 对于部落相分产业的一份责任态度 也是自我要求 在日管处的支持辅导 以及调箱师陈炫良的协助下 要永续发展部落相分产业 也守护布农文化 记者蔡世奇 于池香采访 带到